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9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昨日 洛杉矶县华人聚居区天普市Tempo City发生悲剧 一幢华人拥有的居民住宅发生致命火灾 三死两伤 邻居称 这是一幢多人居住的出租屋 住在里面的都是华人 周一 警方表示已经逮捕了一名涉嫌纵火的64岁华裔男子 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火灾发生在27日下午16时49分左右 地点位于天普市Saltana大岛6038号 根据华裔目击者凯文提供给当地媒体的视频显示 有浓烟从房屋里冒出 多名华人在警察的带领下跑出房屋 一名女子怀里抱着孩子 多人在现场围观 大部分都说中文 有人高喊屋里还有一名女子 现场紧张混乱 视频拍摄者凯文家住附近 火灾发生时 他刚好开车经过 他的朋友就住在起火民宅的隔壁 凯文说 开始我以为是我朋友家起火 于是赶紧下车跑了过去 据凯文描述 浓烟从窗户缝隙中冒出 透过窗户 你可以看到屋内火光熊熊 一名60岁左右的华裔男站在屋外 他刚从屋里跑出来 他光着上身 只穿一条内裤 后背的皮肤有明显的烧伤痕迹 有邻居拨打报警电话 多部警车 消防车一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 警察 消防员冲进屋里 救出另一名60岁左右的华裔男子 他的伤势很严重 半边脸已经烧焦 黑黑的 还在流血 据当地房地产网站资料显示 起火住宅是一栋单层独立屋Bungalow 房价市值100美元多万美元 两房两位 落线警局随后表示 大约半小时后 火被扑灭 消防员在屋内找到三具成年男子的尸体 他们均因高温窒息而当场死亡 消防员并没有在屋内找到受伤男子提到的那名女子 其是否生还以及伤情怎样 目前尚未确定 两名男性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一人伤势较重 该起火灾涉嫌人为纵火 凶沙科警探已抵达现场取证 没过多久 一名64岁的男子被警方逮捕 落线警局警官Hugo Renaga表示 初步调查显示 此人涉嫌在屋里纵火 此人会说普通话 纵火原因仍在调查 据悉 火灾现场所在社区一向安静 当地住着很多华人 该起造成三死两伤的火灾悲剧 引发当地居民诸多猜测 人为纵火太可怕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目击者Kevin说 他之前就听说这栋房子里面住着许多租客 但这些租客与他们这种常住居民之间没有任何来往 据CBS新闻10月25日报道 Costco正在召回其自营品牌的烟熏三文鱼 因担心部分产品可能受到里斯特军污染 此次召回涉及批号为8512801270的产品 购买时间为10月9日至13日 Costco已向受影响的顾客发出通知 建议他们误使用该产品并将其退回 以获得全额退款 此次召回由三文鱼供应商Acme Smoked Fish Corp发起 其首席执行官表示 公司对此事件深表遗憾 并已采取措施防止类似问题在发生 里斯特军感染会导致发烧 肌肉酸痛和疲劳 严重情况下还可能引发颈部僵硬 精神错乱等症状 近期 里斯特军污染问题频发 Costco不仅召回了三文鱼 还因同样风险召回了多款及时肌肉产品 影响到包括沃尔玛 塔吉特等多家零售商 其他涉里斯特军风险的产品 还包括冷冻华肤饼和奶酪等 波及全国多家供应链 公共卫生专家博士指出 食物加工过程复杂化增加了污染风险 提醒消费者应格外关注及时食品的安全 继加拿大央行本周大幅下调政策利率之后 各大金融机构同步下调了其优惠贷款利率 央行周三将关键利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至3.75% 皇家银行 道明银行 蒙特利尔银行 枫叶银行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国家银行 这六大银行均表示 已将其优惠利率从6.45%下调至5.95% 这是加拿大央行自6月开始推动降息以来连续第四次降息 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有助于确定各种贷款的成本 包括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和信用额贷款 加拿大央行的下一次利率决策定于12月11日公布 金融时报理财专栏作者提供的最新信息显示 全国有保险的房贷 三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低至4.24% 无保险及首付达20%的房贷 四年期和五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低至4.64% 特殊优惠利率中 无保险的房贷 五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低至3.99% 据《每日邮报》10月24日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36岁的母亲 因驾车途中分心劝阻后座孩子的打闹 酿成惨剧 导致两名孩子当场身亡 事故发生在东谷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上 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发言人 向媒体透露 事故发生在周三上午10点15分左右 当时 因后座孩子们的争吵与打闹 这位母亲在驾驶中分心 导致皮卡车高速撞上路边一辆停泊的拖车 车内的11岁女孩和9岁男孩 在强烈撞击中不幸丧命 另有一名6岁男孩受轻伤 而母亲也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导致该路段202高速公路 关闭数小时后才恢复通行 其警表示 母亲在事故中未受药物影响 暂未面临刑事指控 但或将因分心驾驶面临轻罪处罚 公共安全部门提醒司机 时刻保持注意力 确保行车安全 这起悲剧引发公众关注 两周前 科罗拉多州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车祸 导致5岁和6岁男孩重伤 其中一名男孩甚至被撞出车外 警方呼吁家长提高安全意识 关注车内儿童安全 确保正确使用安全带 上周二 缅因州自由市异动住宅发生一氧化碳泄漏 导致两人死亡 两人受伤送医 涉事人员均为华人 据自由市消防局长透露 消防部门于清晨6点接到报警电话 最初认为是丙丸泄漏 但到达现场后确认泄漏源是一氧化碳 源自一根被切断的热排气管 该住宅曾在5月被查出非法种植大麻 警方当时查获了约2000株大麻植物 据信该处与一个跨国亚洲犯罪组织有关 事发住宅内所有人均为华人 警方怀疑该房屋可能再次被用于非法大麻种植 该住宅位于Belfast Road 555号 房产所有者为33岁的奥斯汀珍 其于2021年从纽约布鲁伦购入该物业 房产上除了主屋外 还包括一个两车车库和一座用于种植大麻的建筑 现场急救人员和生还者之间存在语言障碍 无法确认遇难者姓名 自由市消防队 瓦尔多县警局和缅因州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那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全美二手房销售量较8月份下降1%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化销售量为384万套 创下自2010年10月以来的最低单月销量 专家表示主要原因包括高利率和房价上涨 数据显示 9月所售房屋的中位数价格同比上涨3% 达到40.45万元 全美范围内 西部地区是唯一二手房销售额增长的区域 住房和抵押贷款专家刘易斯 将现房销售下滑归因于抵押贷款利率和房价上涨的共同作用 他说 由于就业市场保持强劲 抵押贷款利率已连续一个月稳步上升 与此同时房价中位数已连续6个月超过40万元 那儿的9月成交量数据可能反映了在7月和8月的签订的合同 7月初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接近7% 随后在8月期间逐步下降至略低于6.5% 那儿首席经济学家云表示 过去12个月里 房屋销售量基本保持在400万套左右 但通常与销售增长相关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截至9月底市场库存环比增长1.5% 代售房屋达到139万套 这意味着按当前销售速度计算 供应量约为4.3个月 库存较2023年9月相比增长了23% 云指出 库存的增加对购房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购房者在做决定前可以看到更多的房源 在当前的市场中 现金买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占9月销售额的30% 在疫情前现金买家仅占约20% 此外 房屋代售时间也有所增加 9月份的平均代售时间为28天 而去年同期为21天 首次购房者的比例进一步减少 仅占9月销售额的26% 周一晚上 一名疑似醉酒的司机 在密尔沃基市中心的一条洲际公路上逆行 并与副总统贺锦丽的车队相向而行 据密尔沃基郡警长办公室发言人伯内特称 当晚8点30分左右 一名55岁的密尔沃基男子 驾驶一辆SUV在马凯特利交桥的94号洲际公路东行车道上向西行驶 并接近了贺锦丽车队 伯内特说 当他靠近车队时 警员拦下了这辆SUV 据伯内特称 警员怀疑司机醉酒 并看到车内有一个打开的酒精容器 于是进行了现场清醒测试和其他调查措施 然后 他们以醉酒驾驶和鲁莽危害安全罪名降司机拘留 媒体周三发布了现场视频显示 一辆SUV在左侧车道上缓慢行驶 而一对车辆迎面从右侧驶过 在总统大选倒数阶段 贺锦丽周一与前怀俄明州国会众议员 利兹切尼一起在沃基孝俊出席竞选活动 此次事件发生之际 处于繁忙竞选季的特勤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代理局长罗纳德·罗威表示 该机构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高度动态威胁环境 几天前 一个由前执法官员组成的独立小组 在审查了特勤局的安全失误后 建议对领导层进行全面改革 这些失误导致了今年夏天 在宾州的刺杀前总统川普的事件发生 上个月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的车队中的几辆车 也发生了车祸 导致一些乘客被送往医院 他们的伤势没有生命危险